我通常都是追著一些沒有設定防禦隊伍的人去打他 像這些 放三隻玻璃上去 簡直是佛心 這些就是好人了 Yo 新朋友的教朋友 大家好 我是Ossica 今天我們繼續回來玩這隻魔靈召喚 今天我們就介紹兩件事 今天無意中發現 即是打打打 突然間 突然間清醒 覺得應該要跟大家講一講 突然間發現了這件事 今天我們就要講講關於PVP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出了兩個PVP 一個叫激戰的競技場 另一個叫挑戰競技場 其實兩個都是PVP 只不過一個是自動的PVP 即是對方是電腦 而這個激戰的PVP是實時的 即是說你的對手就是一個真人 你要跟它直接抽 你會有BAND鷹 然後你會跟它打架 所以兩個PVP都很麻煩 即是你每個星期都要打完它 打的次數 這裡有個出戰券 其實你起碼一個星期都要打 我想要打50場 因為你每一場打 你是要用一個券 然後如果你想打高分的話 你可以用石來補充10次券 這裡其實就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怎樣可以打快一點 以及不用用腦去打 待會你們知道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給你朋友 PVP現在現時來說 我們有通行證 通行證打到最後 它是會送這個按摩怪給你 其實一定要拿 大家就買吧 基本上如果打到現在 好像我這樣 都差不多完了通行證 之後呢 其實PVP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經濟場 如果大家有玩過陰陽師 或者是以前那一代的魔靈子 換天空之翼的話 你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那些叫做萬能素材 就是剛剛說的 惡魔怪的五星素材 主要來源都是我們PVP 都拿出來的 PVP拿它的點數 然後換它的券 就是換我們惡魔怪 基本上每個星期有一隻 換完五星就換四星 如此類推換上去 有多的話就換英雄 就是這樣 現在我基本上所有 都是用來換惡魔怪的 然後我們有兩個商店 一個就是挑戰商店 另一個就是激戰商店 兩個商店都可以換到五星惡魔怪 而挑戰商店 即是我們打電腦的PVP 每個星期用五星惡魔怪 就可以換到惡魔怪 但是激戰商店 每個月限購兩次 即是一個月中打到一千分 那你就可以拿到五星惡魔怪 可以換兩次 就換完它 基本上你打完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有些現在PVP比較流行的角色 以及我們打挑戰PVP 和挑戰競技場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去打得快一點點 我們先說這個挑戰競技場 其實你可以看它排名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自公參考 因為你不一定有那麼多角色 但是我覺得現在暫時 如果你說理想一點點的話 你拿三星角色的小仙子 然後再拿我們其中一隻 五星角色的火沙 因為上次的詞上升了 然後再用現在的水吸血鬼 基本上已經可以上場了 或者用火上犬 一補一打一輔助 其實已經可以上場了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兩隻三星 例如說用火小仙子 然後用光鳥 然後再加一隻五星的輸出 其實這樣升上去 其實也可以打到一個不錯的名次 不過你看到我 其實也不是好打 我那隊其實是火沙 火上犬和吸血鬼 吸血鬼現在因為 我是慢慢養 但其實我不建議大家像我一樣 因為其實你要養兩隻五星 的確是花你的資源 其實我不是說碎片的資源 一來是惡魔怪的資源 二來其實是說我的生命氣息的資源 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資源不夠用的情況 但是像我這樣 如果我真的好像很佛系 但我又不想練那隻 其實你可以像我這樣 先練吸血鬼 接著火沙 接著火上犬 這樣練 然後怎樣打呢 打PP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我基本上每一天 我只是暗幾下 我不會見到那些 滿級七十級 就會突出 除非我超他很多戰力 我通常都是追著一些 沒有設定防禦隊伍的人 去打他 拿法速戰鬥去打 因為其實你拿到的資源 是一模一樣的 好像這些 放三隻玻璃上去 簡直是佛心 這些就是好人 幻快就升黃金衫 所以大家基本上 是不需要 去特意打過一些 有設定隊伍的人 例如這個 28萬 跟我差不多戰力 我打下去 其實我可能也要花分幾宗 如果我這樣打 其實剛剛打了幾場 快速戰鬥 接著如果我要 再打的話 其實我就去拆身 基本上拆兩次 怎樣都會撞到一次 是放了整隊 防禦隊 沒有設定 可能去到上位 即上一點 分數的時候 沒有這個情況 但是 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樣打 是最方便的 而且你不停擦身 其實你可以打到 一些低戰力 少少的朋友 這個是我打 這個PVP時候 一些小撇步 不用花大家太多時間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說不是重貨 你不是打到上去的分數 其實每個星期 你拿夠資源 之後去買 他的奧魔怪 以及這些素材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又不用追著來打 心平氣和少少去打這個遊戲 然後到這個 激戰競技場 因為激戰競技場 其實現在它的機制 會是這樣 先和大家去打一場 排隊都很快 因為現在這個遊戲 很多人玩 我們一開始 其實會禁用對方的武器 譬如說 我現在整隊 都是科術性 所以我就禁用了 水屬性的武器 特別是打法師 因為他有控場 然後我們先選 其實建議選你自己的主力 如果你一選 就很快被人禁止 然後 看到對方 是會再選兩隻 然後你再選兩隻 對方再選一隻 然後你再選一隻 即是他選少少少 我選少少 他選少少 我選少少 接下來我們就 暗兩隻 選兩隻主力 所以你看到 其實你基本上 要練四至五隻角色 因為你有可能 會被人選擇了你的角色 被人選擇了你的角色 你就沒辦法再選擇那隻角色 應該就是激戰競技場 一個難搞的地方 好 最後我選一隻魔靈 這次我其實沒有練 所以大家一定要練五隻魔靈 但他禁止了我的火沙 基本上我的主力輸出來 其實已經很難打 試一下打 未必打不贏 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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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 然後練整體角色練度 否則就像我一樣 沖上去做肥料 其實這樣就不如放給他吧 但我覺得這個是好玩的 如果練好了 好像以前我們玩這類型的PVP 是要有一點技巧 你要練幾隻角色 去客人的角色去玩 所以符文都要練幾套 這個 如果你不是特別要打高名次 其實你打那些幣 你不斷配對進去 然後走場 其實都會有幣收 不過這個有空就打一下 有空就打一下 不用太急 但我建議大家的挑戰技場 就不用太用力去打 就專選一些低戰力 或者沒有設防禦的隊伍去打 你就會舒適很多人整個遊戲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是否早知道這件事 Anyway 早知道也好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今集就到這裡 有什麼想看的話 就告訴大家 Morning節目 我不知道會多拍幾個集 可能會多拍一段時間 因為我發現我和你差一點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奧斯卡 Gab with Spockman 一起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會不會打開 一口